如果必须要分手 说服我 童年 你是不是没有心啊 教他别人的感情还有趣吗 我觉得我们刚适合做普通朋友 我不见普通朋友 那我们以后就当 我们从来没有认识过吧 好 那就分手吧 怎么又蒙到大龙 灰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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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 出差辛苦了 今天来公司 跟大家一起过气息 有免费的奶茶和炸鸡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电话是空号 sorry the subscriber dial cannot 行了 行了 我知道你听着了 长天事业 临时通知今天要来认课 赶紧来公司充任头 充任不出阵 你懂了 我 我 我正想和你说呢 我胃病又犯了 而且我 头也疼得很 嗓子也不舒服 我现在快不行了 加班费三百 好 马上打 老虎你搞那么大阵仗 什么情况 老虎你搞那么大阵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廖总请 廖总 审核资料已经为您准备好了 在会议室我带您过去 会还没开就找地留走 老胡 我头好疼 不太行了 我先回家了 这可不像你 假扮费都不要 我这次是真难受 受不了了 我先回去了 胡总 廖总想了解一下 你们公司的最新专利 能不能准备一下 没问题 没问题 请稍等一下 好 江湖求情 老胡 我就是一个行政 专利的事情让冯公来啊 冯剑今天去产检了 那个廖总也是华港大学毕业的 你们这校友 你一定行的 我 我真的不行 胡总 有什么问题吗 没问题 没问题 稍等一下 江湖求情 拿着 赵经理你好 我是千军科技的技术总监 冯剑 麻烦你带我去见一些 廖总吧 这边请 你的咖啡 廖总 这是千军的技术总监 专利的是由他和你对接 这边请 你好 我叫廖云成 请问怎么称呼 封倩 初次见面 请多关照 请多关照 如果方便的话 帮我换一杯 莫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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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公的手艺 让我想起了一位老朋友 廖总您说笑了 您这种搭讪方式 已经过时了 我一直对甲方很伤心 这次 应该只是碰巧而已 好 那就请封公 详细介绍一下 专利的设计思路吧 不是走个过场吗 怎么还来真的 疼 疼你还不认真点 不认真了 再把这个给我讲一遍 这个很简单吗 第一步 拿出笔 第二步 写上答案 第三步 收起笔 你要把这个 这个很简单 第一步 我们需要把机器打开 第二步 让空气进去 第三步 压缩空气出来 是这样吗 是的 专利是有人 不了解所涉及的产品 专利稀微造 审核 不予通过 好久不见 杨云成 你好 普通朋友 科学研究证明 摩羯座 气性很大 果然没错 乃国科学家 还研究这个 还有请问冯总监 为什么作为技术总监 连自己公司的专利 都不了解 那还不是因为你 还不是因为你临时要看 学长 你说我们这次能通过审核吗 你觉得呢 学长 不可能 我还什么都没有说呢 你想说什么都写在脸上了 假冒冯倩是我错了 但是你不能公报私仇啊 想通过审核 就用专业说服 不是 这本来也不是我的工作 你这不是在为难我吗 我只负责审核 解决问题也不是我的工作 行 本姑娘不伺候了 这么轻易 就服输了 你说吧 怎么样才能通过审核 这个技术 才是你们整个研究的核心技术 你 认真听 我再听 你干嘛总打我呀 这里不是卫生间啊 我又走错了 你按照公司审核的所有流程问他 他会如实做的 我说什么 通 冯公 那我们接下来就按照审核流程录音 请您根据我的问题做答 你问 廖总 您看今天的审核 审核结束了 后面等通知就行 廖哥 录音笔我已经放到你前女友的口袋里了 你为了这个千军能过审 也太费苦心了吧 还现场教他专利审核 就这白眼狗还跟你分手 我这 不是 我的意思是 您您这么费苦心 要是还不能通过 那就太可惜了 生产那边的事我研发得插不上手 这闲事管不管你来定 我封了你 公司高层正值新老交替 生产部和技术部向来在对立面上 这次战队也是如此 你回去以后还是要盯着生产部那边 别让他们节外生枝 好 喂 嗯 录音笔啊 哦好 那麻烦您送过来吧 就在门口的商务车上 谢谢 老亮 我可好心提醒你一下 这可是主动跟你分手 把你气得半死的前女友啊 你再死缠烂打 小心重蹈覆辙 当我没说 赵经理 梁云成 这个麻烦你转交给赵经理 下次再见 下次是什么时候 复审的时候 复审你们公司没机会了 初审过不了 为什么 理由呢 想知道就上车 你真的想知道审核结果吗 当然 我就是一份工作 那我们玩个游戏吧 真心话你问我答 你真心回答我 我就真心回答你 好 没问题 你现在单身吗 对 你对千军的印象怎么样 还不错 你今天有结婚打算吗 没有 我们公司到底能不能过审 要等董事会研究结果 你 当年为什么说分手 当年我已经说过了 当年你说谎了 我要听实话 廖云成 都这么多年了 你还在纠结分手原因 你是不是觉得 当年是我死皮了脸 追的你 缠着你 后来又把你甩了 你不甘心啊 你违规了 真心话要说实话 这么多年了 你一点都没变 凡是你想要的 就一定要有个答案 从来不会在乎 别人的感受 你什么时候才能明白 不是所有人 都会顺着你的意 也不是所有事情 都一定会有答案的 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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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